冠冠肺炎疫情再度维持零确诊 连续52天没有本土病例 疫情趋缓 口罩销售解禁 但实名制口罩每天只卖出六成 甚至传出有药局干脆不卖了 量能都充分可以掌握 所以会变成卖的比较少 部分我们会减配 那卖的比较多的 就会把它增配 用这样一个增减配 维持一个市场的稳定 过度时期各地口罩配额滚动式调整 那学生复学是否有望 传出教育部发函各大专院校 进外生来台检疫 计划7月解封中港澳 进外学生返台 不能说一大堆人进来 那就没有地方住 或没有地方放 那反而造成我们防疫的缺口 所以现在在就在看看说 各个学校里面能够提供 可以住宿单独这样做 居家检疫的场所到底够不够 虽然说台湾疫情稳定 更维持超过50天 没有本土病例的记录 那为何各国陆续解封首播名单 都没有拉入台湾 就很多的是一个疫情的考量 那还有一个平等互惠 互惠互信的原则 那最后一个是政治的因素 那我相信最后这个因素 可能都大于前面两个因素 陈世忠把话说白了 各国政治因素凌驾其他考量 至于防疫重要利器 疫苗与药物 国外院宣布四种平台 同步开发疫苗 且最快秋天就能进行人体试验 力拼年底前量产 欢迎新闻洪熙玉 是零一零特别报道